資訊科技界議員莫乃剛 上週六在理工大學舉辦了保護二次創作研討會 目的是在版權修訂條例草案的諮詢期間 收集各方的意見 務求找出一個平衡點 用來保障網民和權利持有人的利益 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李雪清指 政府就告免二次創作需要為此作出定義 而且當中可以有兩個的做法 一件事其實有兩個做法 你可以說明這件事是豁免 即是不會侵權 另一個做法就是你可以在界定法律責任 就是界定得清楚一點 你可以說責任是這個 或者豁免是這個 大家都同意的 很多就是我搞無罪 二次創作是可以容忍 只不過是怎樣寫下去 要說寫法 我就是說如果最寬闊 我們稱為英文flexible 最有彈性的處理就是不要把一個死框框的定義進去條文 變成所有人看到條文就自動會去看字典 看最新版的字典就看到原來現在大家的理解這些字是這樣解釋的 國際版權保護協會代表何偉雄表示 越界普遍支持立法 但是重新不會因為惡搞而針對網民 再對他們作出控告 所以不要將版權持有人妖魔化 其實我們經常被人妖魔化 反權人怎會針對你呢 如果你真是用來做惡搞的 用來玩的 我針對你做什麼 有空就要回家陪人 是不是有些機制 不是一定要寫在法律上 我們就去做呢 我們是不是有一些可以互動的形式 包括行業間和戲房那些愛好者 可以自己定一些我們自己認為 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內部守則 而是找一個平台去試一下行這件事呢 例是死的 還有法律寫得出來是要經過很多擁場的程序 但是行業的守則呢 其實都是很多情況 是可以解決到無謂的紛爭 我本人就不喜歡第三點的 就是Upsule 3 為什麼呢 是益律師而已 但是你用民視的時候 沒有贏家的 唯一的贏家就是律師 因為費用太昂貴了 支持二次創作的鍵盤戰線 他們的發言人陸冠宇回應指 版權持有人和網民的確存在對立面 所以要求放寬豁免 以保障各方面的自由 我認為真的有對立面存在住 因為本身大家這麼多不同的持分者 譬如說網民 譬如說版權業界來說 大家最尊重的問題就是 需不需要找版權持有人拿手券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但是問題是如果我跟你說 我那個 我的使用方式 譬如說我玩小腿 那你會不會讓我玩 或者其他關於 和政治相關的 有些人不喜歡去涉足那個 題材的時候 你會不會讓我玩 這個已經是講到言論自由的問題 所以我們這麼多人 這些人都會坐在這裏 應該是無需通過 一個直接面面的授權 見面的授權 如果這件事真的不存在的話 它會容許到很多不同種類的題材 不同種類的創意的產生 政府將於9月22日 在尖沙咀香港文化中心 舉辦第二場公開論壇 有興趣的市民或團體 可以自行報名參加 詳情可以瀏覽知識產權處網頁 請接著 請問一下 請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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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教導